在接受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的采访时 古特瑞斯表示 人权必须得到尊重 中国各地区的人民都应当得到尊重 不受歧视 为此联合国已经向中方提出 希望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 能够去中国实地调查 这是在现时的谈讨论 与中国公司的公司和中国公司 我希望他们将来到一个订阅 让人权事务专员能够去中国 无限制和限制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舍来 上个月曾表示 有必要就新疆发生的随意关押 虐待性暴力和强制劳动等报告 进行彻底和独立的评估 古特瑞斯称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 希望联合国专员前往调查 但双方在调查人员 能否不受限制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使得谈判难以达成结果 新条让记者乔安综合报道